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秦怀章的徒弟 没想到你武功不行 跑得倒挺快 让我好转 前辈 又见面了 什么又见面了 我一直追着你呢 只是这家伙太难搞了 被他拖了后腿 才把你跟丢了 师父 成岭 这位是叶白衣 叶前辈 前辈 这位是小徒成岭 傻了吧唧的 一代不如一代喽 我家孩子再傻 也总比那些张嘴 却不说人话的老妖怪强多 你家孩子 怎么 你也是四季山庄的人 那里面是谁 你希望里面是谁啊 你 你希望是谁 那就肯定不是谁喽 算了 算了 你个脸比小白脸 还白得蛤蟆精老妖怪 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敢跟我斗 出去啊 阿絮 你别拦着我 等等 等等 走 算了 算了 叶前辈 你们看 外面吓着雨呢 能不能挑个晴天赛斗鸡啊 老温 放开我 放开我 傻小子 你以为里面是谁啊 我以为是小莲师姐 成岭 他们要在高小姐身上 找到琉璃甲 只要一天这个关系不破 他们便不会伤害她 我们自有时间 再去寻她 我都差点忘了 阿絮还有个流浪在外的 徒弟媳妇呢 这个自然是要去救的呀 阿絮 龙少阁主 皇兄 清醒如何 他娘的白忙活了一场 娘的 好在还有那个臭姑娘 我看 是先拿她跟赵敬坛的条件 还是 先耍弄一下 沈沈这个蠢货 琉璃甲到底落谁手里了 没人 没人 那死在临死前 说琉璃甲已经被他毁了 我才不相信 可是身上确实没有 怎么可能不在呀 我们奔忙一场 所谓何来呀 高崇的尸体呢 五湖盟抢回去了吗 尸体 哪还有什么 葫芦个儿的尸体 都被那些疯狗撕碎了 可是 确实没有留意家 五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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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啊 大哥尸骨未寒 你要把这摊子都留给我吗 我留下来干什么 我哪儿还有脸留下来 如果不是我惹是生非的话 大哥他不会 大哥他不会 五弟 如今五姓兄弟 只剩我们两个人了 你如果再走 五湖盟就真散了 小莲还在外面流浪 大哥临终前告诉我 让我一定把小莲 平安地带回来 和盟上下都会努力寻找 要知 他也出去找了 你听二哥的 别走 五湖盟不能群落无少 你给我留下来 我走 必留着好 如果我能找到小莲的话 我会把他带到大孤山珠海 从此再也不回这个伤心之地 二哥 五湖盟 就委托给你了 兄弟没用 对不住 义父 就这么放他走了 那琉璃甲 高崇这次老谋深算 他是预兆了 英雄大会恐生变故 又怕沈绅无力自保 才会把琉璃甲 留着自己保管 管他真的假的 让熙儿先追上去 把他做了 万万不可 我要沈绅活着 你如果擅自行动 别怪义父无情 是 你要体谅义父的用心 义父隐忍半生 终于要扬眉吐气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个顾舅 在旁作证 那我这一路走来 不等于锦衣夜行 熙儿见证义父一路走来 你怎么算 你怎么算 你和我 都是一家人 一心同体 不算旁人 这个名单上的人 要处理干净 守法务必酷劣 不留一个活钩 嗯 蝎儿我要你懂得 奴隐人心的 不仅仅是贪婪 那是什么 请义父赐教 是恐惧 请问战斗徒弟 有吃的吗 前辈 我有名字的 我爱叫你什么就叫你什么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前辈说了是 是 说得是 吃的呢 这是什么呀 这是人吃的吗 成岭 你家可有四十卷版的 说文解字 有 有吧 那神赠鬼焰一词旁的解说绘图 配得是不是这幅尊容 之前还听到 谁在豪渊壮语的要什么真相 被人耍得团团转 被卖了还帮着数钱呢 怎么有脸在这儿胡吹吹 小子 你家那说文解字里头 一笑大方这个词 画的就是这幅尊容吧 想要真相 你以为真相是兔子 守着一棵树自己就撞过来了 想要真相你去找了吗 你知道上哪儿找吗 你找得到吗你 你 还望前辈不吝辞教 你以为高崇千里迢迢 把这臭小子请过来 就是让他在英雄大会上 说几句不贤不淡的话 龙渊阁在他老爹手里呢 勉强还算个戏班子 可如今的龙渊阁主四个字 已经一文不值了 这臭小子有什么用啊 老妖怪 别卖关子了 你抓他来做什么 闭嘴吧 小蠢货 他就是一把钥匙 钥匙 你不是想弄清楚 容炫和琉璃甲二十年前的 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吗 龙渊阁就是打开那些 往事的钥匙 我为什么 会想知道容炫和琉璃甲的事 等你活到了我这把年纪啊 你就清楚了 有时候想知道一个人想要什么 并不是什么难事